受到五位美好影響 台南客家和減水的高量都来出现到影响 对处行政与农委会也来发出公告 变成是符合在海 救助主级人民对着六位一后期 就来向土地所在地工作来申请 保障只要是每公金2万8千块 这都要把时间 较快来办理到保障申请 台南客家和減水都是很高量的地区 因为各位受到大好的影响 各样的孙孩严重 因此农委会在今宫队 将这两个地方联维灾和救助的地区 正是符合天然灾和救助主级的农民 让人提出保障的申请 在我们这个高粱种植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农委会这边 已经有公告五月底的梅雨 有造成一波的天然灾害的部分 也有公告我们台南的雪甲跟盐水区域 是可以符合这个申请的标准 那以我们盐水为例的话 我们整个种植高粱的面积是90公顷 里面有30公顷 已经有来进行我们的灾害的申报的部分 申嘴空农会也表示 这星期的天气正是关键 那是顺利度过的月 后处的月中也就要开心修行高粱 期待申嘴空的高粱可以台风收 这一周的天气是算非常的关键 因为如果连续不断的下雨 尤其现在是高粱的抽税期 如果遇到连续不断没有间歇性的雨势 会造成我们这个碎上发芽的几率 会提高非常的多 那如果假设这一周的天气OK 然后大家顺利的通过这一周的考验的话 我们预计在7月中我们高粱 就有一部分大概这个四五十公顷 可以顺利来做收成的部分 那我们也期许这方面的收成 有很好的状况 以盐水区来说 近期高粱台湾是90公顷的密集 不过现在已经有30公顷 来进行保障新庆 每公顷的求助是2万8千块 请农民按紧早上发芽 在那时间内新庆 既然会郭博弈甘水区彩虹报的